还有啥呢 重定项 重定项的方法叫啥呢 我也得写在这啊 RE 我们那天叫啥 DIRECT REDACT 对吧 这里边要的是一个UR 我们还要再学个啥呢 学完这已经就不学了 ERROR SITE 不对不对 不是SITE 是SEND3的ERROR 这里边有一个STATUS-CODE 让它默认等于啥啊 500 默认等于500 那么后边就是一个星星 KWARGS KWARGS 这是 那还有最后一个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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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个散的这个应该是SIF 点散的 这个也应该叫SIF 点 REDACT 感觉今天怎么样 哎呀我告诉你 我这个速度比上次讲的速度还慢了呢 上次我记得我只讲到的应该是讲到三点半 而且我还把那个那个所有的接口都讲完了 就是这个的我不只讲到这还多讲了一个接口的顺序好像是 来 来 重定像 把他们仨说完 今天咱们就啊 胜利的结束 重定像很简单 那你说他的作用 他有啥作用 对 你看终于学会了 这什么呃 从 定像到URL 网址 因为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个参数URL了 对不对 基本上我们当时做重定像的时候是什么呢 啊 是是一个一个一个根的还有一个index的对吧 什么意思 你看看啊 这个 我们一般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是跟的那个呀 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我们输入呃百度比双说啊 www.百度.c.百度.com.index你看 平代.天苗 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吧 那你看我们一般我如果没有存在我直接他呢 对吧 或者说 杠 index 那这个不行对吧 那理论上我们有时候体别的index是不是也能进入到我们刚才那个主页啊 这是不是就要 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主页是一个斜杠是跟的那个对吧 但我们有的是index是不是也进入主页啊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重定像啊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重定像啊 对吧 重定像 比方说R我们没有写引代乎对吧 re 我们现在如果匹配的是杠引代书死我也想让它到哪去啊 是不是写杠哪去啊 是这意思吧 RE DF GET 那么我们CF点啥了 REDI 是不是要重定向了 是吧 重定向到哪去呢 来个根就行了 后边那样 咱们崩光了 这就重定向了 这就重定向了 正常我们在这 啥都不写 是不是进入到主页啊 或者我们再来个 再来个啥 index 是不是也进入到主页 你看最终是不是也回到这事了 看到了吧 这不就重定向了 重定向我们那个那个监固里面是也有啊 对不对 是也有啊 这点方法啊 要联合来使用 最后这两个 那么首先咱们先把这个该说的咱们说上 作用 它有啥作用 那么它可以干什么呢 抛出HTTP 错误 状态码 抛出这个 HTTP 错误状态码 默认为 500 因为一般大多数的错误可能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自己服务器内部的什么 错误 一整你写 你你在写那个暗信封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整给你服务器来个500呀 有人遇到过500吧 为啥500 你服务器写错了 是吧 所以说这里边他默认就给我们来的啥 是个500 那么我们抛出一个错误 那么抛出错误后 抛出错误后 Ternado 会 调用 Write Error 方法 进行 处理 并返回给 浏览器 错误 减面 什么意思 Jangle里边 你有没有自定义404和500 是不是自定义了 对吧 那么 其实他就是对应我们Jangle里边那种自定义404界面一样 那么这个keyboard 他俩要 他俩要一起来说啊 如果要单独说 他俩都不能用 他的作用 其实他的作用 我已经怎么样了 说完了 在哪说的 是不是上面说了 那再也写是吧 用来处理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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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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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dro 抛出的什么 错误 信息 并返回给浏览器 错误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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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说这个反乃是为了抛出信息对吧 抛出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信息 那么这个right error呢 是我接收到这个错误信息 我是不是进行个内部处理啊 能理解这意思吧 那么我们写一个你就能看得懂了啊 现在说你可能还不太理解 现在说你可能还不太理解 比如说错误处理 但是我想这样啊 这次我这样写 我们传到网址啊 这样 问号啥呢 FREG flag等于 0 等于0或者1或者2之类的数对吧 那么我如果等于的是等于的是0我就有错误 我是不是给他抛出个错误 如果等于1是不是就没错误 我就正常给他返回信息啊 可以这样写吧 或者等于就这样写了 如果等于0说明我就有错误 不等于0我是不是就说明我没错误 我正常给他返回正常的信息啊 如果等于0我有错误 是不是给他返回个404啊 或者给他返回其他一个状态码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需求 好了 首先我们在这是不是要接收客户端给我传过来这个flag的值啊 那么怎么接收这个 用谁来的刚讲完 谁 query argument嘛 那么是不是接下来判断呢 等于等于0 咋样 是不是有错误啊 else呢 是不是就没错误啊 对不对 当然是我不能说的对吧 如果else 或者说我就不用加else了 那如果不等于0是不是就一定没错误啊 如果没错误我就干什么 write 返回点信息对了 对吧 you 啊 write i j h t you are right 那么如果你有错误 我是不是要返回给你的错误界面啊 你想想我们你在学jango的时候 那个404是不是自己能重定义一个404的界面 500的界面是给自己重定义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这有错误 我是不是要给他抛出一个错误的界面呢 对不对 那么我这叫算的 啊 算的是access 算的agro 一般你算的个啥 比方说哎我们就是 500 反对是不是就是一个服务性内部错误 对吧 你返回其他的值是不是也行 哎 那么我们就抛出了这么一个错误 那下面还会执行了吗 如果我这个flag等于0是不是就执行这个三大 那边 那么下边我这个还能正常返回吗 就不会了 那么 我们的tornado就会执行到哪去呢 write error 他就会去执行这里了 能解了吧 那么比方说我们在这 F我们这个statescode等一等于500 我们干什么 我们是返回500的那个错误界面啊 啊当然我们现在是没有自定义500的那个界面啊 那么我们就 f. f. 点write 这个叫啥 服务器 内部错误 那么 还有啥呢 statescode它等于等于多少呢 404 这是啥错误啊 这就说 资源不存在 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呢对吧 那就不写了 啊这个 我也 不知道 是 啥错误 那么如果你正常这样返回你还得返回啥 说返回状态码 对不对 那么 这个状态码 啊 啊有同学那我就在这写呗 sale for 点 状态码就啥来的 sale他 states吧 你在这是不是要写个500 对吧 那你在这下面要写个啥 404 是不是啊 你在下面要想啥啥也不知道就来个 9999 what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你这个states你写了几遍 三遍吧 对不对 一般你这个写写三遍 你说你这个代码的重用是不是就非常不好了 哎 那么一般我们就怎么写呢 有一个st code 这个code呀 我让它是个变量 等于500 再这样才等于多少 等于404 在这呢 等于 啊等于等于 999 但是如果我要等于999了 啊 那么我这是不是就出错了 对不对 那么 给它拿回去点啥呗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或者我说我们就不加这个999了 我们就简单点写 你可以再加一个参入对不对 我不加了 我就简单点写了 那么这个code你看我这个我这个这个设置这个状态吗 我就设置几次 是不是设置一次就够了 对吧 我在上面我都是把这个code值我给他拿过来 来我演示一下 正常来说我们来一个ERA在我达啊 问号 FLAG 如果我让他等于多少 等于1 会有错吗 是不是不会有错 那我让他等于0 呀 出来啊 我们这个拿出来的值怎么样 我们让他等于0 ELS等于0 我们来打印一下他的值 我不知道是不是拿错了 啊 来我们打印一下 就没走这是吧 啊 你哎呀我们这个拿出来是啥类型的呀 你看我这是不是等于的是 等于的是这个这个这个 我应该加个啥呀 是这个不 或者你在这给我加一个TYP 呃 FLAG 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啊 他应该是个字块了对吧 你要这样等是不是一直不等啊 要是个数字的后边我写上数字的对吧 哎 说服务器那不错误了 他访问的状态码 男人 男人 状态码是不是500啊 是吧 那因为我们现在 我反 你看我这个换成404 我这个算代我换成一个404 对吧 还是零的 你看是不是资源不存在了 是吧 是吧 那么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应该在这里干什么呀 呃 返回 500 界面 对吧 是不是又 CF.run的500.html啊 那么这应该返回啥界面呢 哎 返回 404 这都是自定义的500和404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三代表 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在 三的 IRO 之下 就不要 再有什么了呢 想要 输出了 为什么 你想 我如果在这再写一些什么 FIRF 点 Rite 我还能写回去吗 对 都不执行了 白扯了 你写着都没用的 对不对 在这下面就甭写了 写了也没用 那你说我写这个有没有用 来我再考考你们 写这个有没有用 有用啊 这这我问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跟刚才对不对 这有同学就在那想这这能不能行呢 就我问的问题就有问题 对吧 好了 那么 这就是我们的 三代表 和 Rite 它俩要联合起来使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 哎呦 所有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